其實有心理準備 我對自己的死亡都做了心理準備 後方的狗 就好像在照顧一個老人家 你幫他換天啊 幫他抹身 是啊 因為他們的生命不比人短 可能短到15年之內就要 Fast forward 一男一女來的 那這隻就是男仔 就叫做BB 那這隻就是女仔 就叫做妹妹 她跟我一起其實都生活了14年 她們是同胎的 所以不知道她們是兄妹還是子弟 根本沉默縣的其中一個最大的弱點 就是她們的後腳 所以她們現在年紀都很大 所以她們的後腳 肌肉開始萎縮 失去某些感覺 所以我們想照顧她們 我們就cancel了我們的動物 等她們八年歸老之後 我們再重新plan自己的旅行 我想澄清一下 因為有很多人都說 為何由我背啊 Darren為何不背啊 其實我們有兩隻狗 是一人負責一隻 我不夠力才會用背帶 Darren就負責用手袍 至於為何我們不搭飛機一定要走樓梯呢 是因為我們住舊樓的 有人問了 為何你們不搬屋啊 香港樓價貴的 她的生活環境已經是14年來 都可以住這裡 如果你搬她可能她反而更加不開心 不開心身體又會有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我和老人家都不太喜歡 我發覺有很多人引討我 我家裡也有一隻老狗啊 你照顧牠們 其實你要怎樣照顧啊 你那些雅餐是哪裡買的啊 大型狗的背包 台灣也有引入的 搜尋這個 keyword 你已經打了很多東西給你選擇了 因為以前的狗狗就是很外向 老了就變回小朋友 要黏著爸爸媽媽的感覺 牠就好像黏住你 就像你坐在椅子上 牠是要捐到你的椅子中間 所以你的椅子是動不了的 我看電視的電視機的時候 就站在我面前 要你摸牠 把你摸起來 看著你 我試過有人叫我出去玩啊 出去Gathering 我說不行啊 要幫牠放狗啊 然後那些人說 蛤? 這是什麼理由來的 什麼啊? 要放狗? 不和我們吃飯? 上班和下班都會放的 就算現在疫情都會自放 我們拿了消毒清潔水到街上 你坐牢 每天都可以出去一個小時打籃球啊 狗狗一生自己是我們 如果我們小小時間都不花 全個人生就是在家裡 看著四幅桌子 不要困住自己的狗啊